大小攝影教室 嗨 各位大小攝影教室的同學 大家好 我是布魯克 那我們昨天拍到非常非常多的藍眼淚 肉眼 清晰可見 藍眼淚怎麼拍呢 大概如果說構圖上面來講的話 你可能需要先用大光圈 先用高握手 在短時間之內 測光 那順便構圖 測完光之後 那你就可以換小一點點的ISO 打光圈看要不要稍微說一點點 因為開放光圈可能畫質會有點軟 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情況下 是對不到焦的 所以你可以試著找一下 遠方看有沒有一些亮點 比如說路燈 比如說月光 那因為你拍攝的地方 可能幾乎都是無限遠 所以你必須得找一個有亮點的地方來對焦 那基本上如果你測光沒問題 對焦沒問題 GOLD沒問題 那這樣子拍出來藍眼淚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那可能就是需要大光圈 那布光時間可能需要好幾分鐘 再來ISO 就看你自己的相機 如果你是全服的人 可能ISO可以高一點點 那如果你是ABSC 或是清單眼 那你可能ISO必須要降一點點 那這時候你畫質 自己就可能要做一個取捨 其實藍眼淚 它應該本來就存在 只是說你有沒有看得到 只是說它有沒有大量的發生 那如果我們在一些比較昏暗的環境 看不到的話 你可能就是自己要去撥動它 因為藍眼淚沒有受刺激的話 它可能就不會發亮 OK 在潮系方面的話 你可能需要漲潮 這時候呢 它受到驚嚇 它就會發亮 月象方面 最好是不要有月光 因為月光的話 它的亮度可能就會大於那些浮游色 這個情況下 你也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到底有沒有藍眼淚 那藍眼淚呢 你可能如何看得到 首先需要找到一個完全沒有光害的地方 那些浮游生物的亮度 非常非常非常的弱 所以呢 只要一有光害 其實你就拍不到也看不到 所以 藍眼淚 就是你可能需要找一個漲潮的時間 沒有光害的地方 那 月亮呢 可能不要是滿月 或者是它還沒出來 這樣子的情況 大概就可以看得到 可以拍得到藍眼淚 好 拍錯了 還有你可以跟後面的大俠揮揮手 嗨 大俠早 昨天追累有嗨嗎 喔 非常的嗨 非常的嗨 雖然我們第一次拍藍眼淚 可是 這一次可以直接拍中 而且是拍到很大量 我覺得 非常的開心 對 感謝老天 OK 那我們就五月底 馬祖再見囉 掰掰